早 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月博记的19章 月博再次回应比勒达 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 表明了他的三个立场 第一方面他说明自己的苦难 是研制于神的主权 也是来自于神的意识 第二方面他想让朋友 终止这种毫无根据的毁谤 其实在月博的对话当中 存着很多的怜悯 第二他告诫朋友 如果他们还是执意的毁谤他 那么他们一定要遭受到神的审判 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内容 我们看到月博对格赛远处的弟兄的思念 受周围人的冷落 选择遭到亲戚朋友的背叛 以及身体的痛楚 他们交失在一起 雪月博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他通过比勒达 他还有其他几个朋友的一些分享 更加承认神的主权 并且更加愿意依靠神 在这种写上加霜的困境 还有绝望的深念中 月博再次愿意抬起头 仰望至高之处 在月博经历的那些难以忍受的困境中 他用一种超越的眼光 看到了神的国度 还有关于救赎主的一些的意向 这个内容让我们有一些惊奇 那么人在绝望当中看到的到底是什么 人处在绝境中 常常想放弃自己的生命 但是因为月博的建造有根基 却他在绝境中看到的是从水而来的盼望 他在绝境中看到的是一个救赎主的画面 这个值得我们思考的 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 也许有很多的绝境 但是在绝境当中 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关注到是神里面的盼望 在25节月博说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在地上 我们看到月博在非常痛苦的困境中 对救赎主的一个展望 而这个展望当中是出于信心的一种盼望 所以在基督徒的人生里面 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些的艰难 这些艰难会激发我们对神 对耶稣基督 对救赎有尊极的盼望 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那么小朋友们 环境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困苦 而是对待永恒生命的盼望 对上帝国度的盼望 从月博的经历 我们学到宝贵的功课 是的 在我们遭遇到苦难时 我们也许会低落伤心呐喊 甚至心怀不平的时候 因为我们毕竟是不完全的人 但我们不要失去盼望 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战争了死亡 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教我们基督的爱隔绝 在低潮的环境中 忍受试炼 必得天上生命的冠冕 越不靠着对神的信心做到了 我们靠着信心 也可以做到 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的神 亲爱天父 我们明白在种种的试炼中 自己是多么的软弱 靠自己我多么容易沉沦下去 但感谢主耶稣 信靠他 主耶稣的得胜 成为我的得胜 愿主的恩典天天激励我 灵命不断提升 爱神的心天天加深 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 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敏服听他mond 大利亚